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春酒 齐君 农村的新年是非常长的 过了元宵登节 年景尚未完全落幕 还有个家家邀引春酒的节目 再度引起高潮 在我的感觉里 其气氛之热闹 有时还超过初一至初五那五天新年呢 原因是 新年时注重迎神拜佛 小孩子们玩不许在大厅上 厨房里 生怕撞来撞去 碰碎完斩 尤其我是女孩子 真高时 脚都不许搁在灶孔边 吃东西不许随便抓 因为许多都是要先控佛与祖先的 说话尤其要小心 要多讨吉利 因此觉得很受拒束 过了元宵 大人们觉得我们都乖乖的 没闯什么祸 佛堂与神位前的贡品换下来的堆的满满一大缸 都封给我们撒开的吃了 尤其是家家户户轮流的腰喝春酒 我是母亲的代表 总是一马当仙 不请自当 肚子吃得鼓鼓的 跟蜜蜂似的 手里还捧一大包回家 可是 说实在的 我家吃的东西多 连北平寄来的金丝蜜枣 巧克力糖都吃过 对于花生 桂圆 松糖等等 已经不稀罕了 那么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乃是母亲在冬至那天就泡的八宝酒 到了喝春酒时 就开出来请大家尝尝 补气 贱疲 瞑目的哟 母亲总是得意的说 她又转向我说 但是你呀 就只能舔一支家缝 小孩子喝多了 会流鼻血 太补了 其实 我没等她说完 早已偷偷把手指头 伸在杯子里好几回 已经不知舔了多少支家缝的八宝酒了 八宝酒 顾名思义 是八样东西泡的酒 那就是黑枣 荔枝 桂圆 杏仁 陈皮 枸杞子 一人米 再加两粒橄榄 要泡一个月 打开来 酒香加药香 恨不得一口气喝她三大杯 母亲给我在小酒杯底里 直到一点点 我端着 吻着 走来走去 有一次一不小心 跨门开始跌了一跤 杯子捏在手里 酒却全洒在一斤里 吻上了 抱着小猫时 她只舔 舔完了就呼呼地睡觉 原来 我的小花猫也是个酒仙呢 我喝完春酒回来 母亲总要闻闻我的嘴巴 问我喝了几杯酒 我总是说 只喝一杯 因为里面没有八宝 不舔呀 母亲听了很高兴 她自己请邻居来吃春酒 一定给他们每人 争一杯八宝酒 我呢 就在每个人怀里靠一下 用筷子点一下酒 舔一舔 才过瘾 春酒以外 我家还有一项特别节目 就是喝会酒 凡是村子里有人 急需钱用 要起个会 凑齐十二个人 正月里 会手总要请那十一位 喝春酒表示酬谢 地点一定借我家的大花厅 酒席是从城里叫来的 和乡下所谓的八盘五 八盘八不同 城里酒席称之为十二碟 是最最讲究的酒席了 所以乡下人如果对人表示感谢 口头话就是 我请你吃十二碟 因此 我每年正月里 喝完左邻右舍的春酒 就眼巴巴地盼着大花厅那桌 十二碟的大酒席了 母亲是从不上会的 但总是很乐意把花厅 给大家请客 可以添点新春喜气 花奖阿彪叔也巴结地 把煤气灯玻璃罩擦得亮晶晶的 呼呼呼地点燃了 挂在花厅正中 让大家吃酒时花拳吆喝 格外的兴高采烈 我呢 一定有份坐在会手旁边 得吃得喝 这时 母亲就会捧一瓶 她自己泡的八宝酒 给大家尝尝助兴 喜散时 会手给每个人分一条印花手帕 母亲和我也各有一条 我就等于得了两条 开心得要命 大家喝了甜美的八宝酒 都问母亲里面泡的是什么宝贝 母亲得意地说了一遍又一遍 高兴得两颊红红的 跟喝过酒似的 其实 母亲是滴酒不沾唇的 不仅是酒 母亲中年勤勤快快地 做这做那 做出新鲜别致的东西 总是分给别人吃 自己却很少吃 人家问她每种材料要放多少 她总是笑眯眯地说 大约么差不多就是了 我也没有一定分量的 但她还是一样一样 仔细地告诉别人 可见她做什么事 都有个尺度在心中的 她常常说 鞋差分 一差寸 分分寸寸要留神 今年 我也如法炮制 泡了八宝酒 用以共煮后 倒一杯给儿子 告诉她是分碎酒 喝下去又长大一岁了 她挑剔地说 你用的是美国货葡萄酒 不是你小时候家乡自己酿的酒呀 一句话提醒了我 究竟不是到底家乡味啊 可是 叫我到哪儿去找真正的加配呢